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左手骨 右手铃骨 飘飘飘 过年也飘的飘一飘 飘的飘飘飘 飘飘飘 Yeah 嗨 Eddie 欸 你在干嘛 你在绿余家吗 没有啊 过年啊 春岛啊 过年 过年跟道立有什么关系啊 春岛啊 你在讲什么听不懂啦 跟你道立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哎呦 你没有听过春到福也到吗 什么春到福也到 哎呦 到底跟你道立有什么关系啊 不是啦 就是说呢 一般来讲啊 如果说像希望春天早点到来 然后福气要早点到来呢 就要道立啦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提早迎接春天啦 哦 所以过年的时候 为了春天可以到来 然后福气也可以到来 就要道立咯 是啊 哦 好啊 好 那我也要 我也要 好啊 好啊 一起来 一起来 春到福也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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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你的法教不错呢 到底还能固定哦 还好还好 嘿嘿嘿 来来 春到福也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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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一天 要贴春年的时候 往往我们会把贴在 门口的春或是福 要道过来贴 为什么要道过来贴呢 好 春到福到的那个岛 事实上是取名这个道的意思 就是要告诉大家 春天快点到来 福气也快点到来的意思 所以过年的时候 贴春年的时候 会故意把春和福这两个字 倒着贴 所以并不是像影片中所呈现的 要把人倒立过来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也在此祝福 各位观众朋友 春到福到